下手方便 夜暴身 借甲修真 送向西方 最簡單就是從身跟下手 要不要菩薩給我們這個啟示 就是夜暴身 尤其是進途中 各位 我們寧命中很容易捨棄外財 就身外之物 你的車子 房子 建築 對你而不是問題 但是你的內財它的問題在哪裡 它從小陪伴你到大 你一出生 這個社生就跟著你 這個社生跟你的內心有什麼問題呢 它感同身受 它跟你同一個感受 這為是說 為什麽我們對生根知所 就是它痛苦 你的內心絕對不好受 它社生健康 安詳 你自然會產生愉悅的感受 就是我們的內心跟生根 這兩個感受 像通的 它痛苦你就一定會痛苦 除非你修公關的一切下 你能夠把痛苦降低 但是現實的客觀環境 痛苦就是痛苦 所以長時間它跟你同一個感受 你就會把它當成 如果你不對勁 如果你不對勁 到黎明中的時候 你就變成生歸脫殼了 因為你長時間跟它咬得很緊 因為你兩個同一個感受 同一個快樂 同一個痛苦 長時間養成一個非常疏散的感情 所以它怎麽辦呢 借腳修正 這是最好的報紙 我也不要像二生人那麼排斥它 二生人是把社生看著一無四處 因為它的官身不盡官受是苦 但是你不能排斥它 因為你該調養 你社生有問題也不行啊 對不對 那的話二生人是不二生人是 恨不得趕快把社生給拋掉 進入偏宮列阪 早一天都好 但是我們大政菩薩是不這樣做 不採取極端的手段 我們是水眼 我這個社生拖一天算一天 但是只要再一天啊 我就好好保養它 但是我不執著 我們不像凡夫那麼執著把它當成 我們也不像二生人 那麼排斥它 用借的 用借的這個方法都沒有 我給你借個房子住 那我這個房子當中 我不在裡面用功 我慢慢增長 但是我對這個房子 我也不執著 該打掃打掃 該保養保養 但是這個房子是借的 至少得還 是這個意思 那既然社生不能執著 那我的心要放在哪裡 想辦法把你的心 送向西方 散打掃是很巧妙的 各位 你哪一生到蓮花去啊 你這條路要慢慢的習慣 不是說你現在對蓮花完全沒有跟著 突然間我就到蓮花去的 你的心要慢慢的一點滴滴觀想 我這個色山是暫時的 我的歸順呢 在极樂世界的蓮花 你這個心要慢慢一點一定把這條路啊 由生轉熟呢 慢慢走過去的 所以瘦小西方 也就是說啊 也就是說啊 淨土宗啊 他的優點是即生成就 但他的缺點也是即生成就 因為你的時間太短了 就是說 淨土宗要求你今生啊 要把所有該有的正念 今生就要成就好 那你如果走 菩薩道的啊 他可以 你看菩薩道他花一萬劫 才成就不退轉 所以他有大把的時間慢慢 我今生就做這件事 明生來生做這件事 修淨土宗你要有一個原則 你的修行時間只有這一期生命 就是快達 所以你很多事情要把重點抓出來 就是跟靈中正念往生的要抓出來 那麼當然 要放下很多東西 但是關鍵就是你的色神 你這個色神怎麼處理 而且這個不能等到靈中再來決定 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模擬死亡的狀態 把這個死亡啊 把它早做準備 要懂吧 就是說 你反正你今天 你今天遲早要搬家的吧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往生的話 你今天從收不去搬到其樂世界處吧 你不是說到靈中再來搬 沒辦法搬的來不及了 你今天就帶點東西過去 明天把桌子也搬過去 後天把你的床也搬過去 就是它是 把死亡的時間啊 拉長 就是你說過世界 你借著遲早要還 那你就慢慢的 分取付款 尤其是諸位 年紀大了你一定要知道啊 你不能夠把所有的希望都到 而我一邊中一次還 你一次還你還不起啊 諸位 你還不起啊 你沒那個本事啊 你沒那個本事啊 把靈命中的時間啊 提前到 就是大概你大概六十幾歲就要做 很多東西借的都是要還的 因緣合合希望有生 因緣別離希望明滅 好 所以 當然 所有的財產裡面 色身是你最大的財產 因為它是你的內財 一路走來陪著你 同一個快樂 同一個痛苦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重點 就是借假修真 然後送降洗法 那當然關鍵就是 你的理官是你最好的支持者 就是本來沒有色身 這是對你最好的加持力 你要把色身還回去啊 最好的加持力 就是色身本來就沒有 如果你認為色身本來是你的 你就還得很辛苦了 你就還得心不甘情不願的 本來是我的 我幹嘛要還 是吧 賈介事大以為生大以為 色身是你全身的願意創造出來的 你不管還不還 它總要消失的吧 既然它總要消失 你就還得瀟灑一點 你遲早得還嘛 所以 你要用你所知道的道理 去處理很多的人生的問題 尤其是死亡的時候 是這個概念